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名义大使总代表部代表申东灿的致辞 为了出席关于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和中国平顶山市绿色低碳经济合作和论坛相关协议 以及为了实践使用绿色基础商品的韩中亚洲进出口协议仪式 远道而来的中国河南省平顶山市常委员兼副市长黄强利 以及平顶山政府相关人士和经济史结盟 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亚洲本部支援议长 同时也是中国保健协会机构养老分会会长刘巧玲教授和东北亚环球本部的人员 仅只以热烈的欢迎 同时也要感谢韩国全罗北道相关人士 岁万金开发的相关人士 光川农协以及各企业相关人士 在百忙之中出席会议并表示诚挚的欢迎 由于现阶段使用的主要能源是化石燃料 排出一氧化碳成为威胁着地球的主犯 格林兰岛冰山的融化 导致现在南太平洋岛屿国家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甚至有被大海吞噬的可能 特别是图瓦鲁和印度洋的马尔代夫 预言在2050年由于海平面的上升将会被淹没 整个国家面临着消失的危险 而且凑阳层的破坏导致异常的气候现象出现 例如沃尔尼诺、拉尼纳气候现象等 异常气候引起的寒冷和炎热 汗烙、海啸、台风等气候灾害连续不断 给人类和地球上的所有的动植物带来了灾难 同时让人们饱受各种疾病的痛苦 如果让这种局势继续恶化下去的话 不仅是人类、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都会灭亡 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为了保护地球环境和全人类在能源、建设、开发、物流 以及衣食、住行等领域 使用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商品 告诉人们履行绿色义务 具体的方式是 通过